有些美景只适合远观而不是擅自的闯入去冒险 12号下午大理苍山保护管理局接到了群众的举报 说多名人员擅自进山 经过护灵员的巡查 在13号上午发现其中的10人随即劝返 之后仍然有13名人员通信中断 下落不明 昨天云南省森林消防的29名消防救援人员 携带各类救援装备器材和两条搜救犬 先期赶赴了救援 当地的消防救援 防灭火专业队 公安干警 村镇干部等力量协同搜救 据了解 失联区域位于沧山的西南侧坡 植被茂密 沟谷纵横 昼夜温差大 天气是小到中雨 气温是10到20度 昨天晚上前方的森林消防总队人员传来了好消息 已经和13名人员全部取得联系了 目前他们的身体状况良好